大家好,我是棒球魂持续燃烧的阿斯卡 首先恭贺U18击败日本夺冠 后续还有终止季后赛跟世界棒球12强 今天就化身体育主播来为大家播报三国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本频道是专门介绍80到90年代的老动漫游戏跟电影 仔细翻找播放清单就能发现不少惊喜 如果你想行动支持不负责任风动漫的创作 每月只需75元台币一杯咖啡的钱 就能加入不负责任血汉合约军 不但能收看会员影片 还能进入专属聊天室 跟其他血汉风友们喇滴赛看美图 每个月还会有一次血汉投票 让会员朋友们决定想看的80年代怀旧动漫主题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 北伐第一站的上半场 蜀国接连将魏国的先发投手夏侯帽 以及中继上场的曹真打退场 取得2比0的领先 魏帝曹瑞想起了在俄军名单中休养的司马懿 赶紧将他重新登陆担任救援投手 希望能先止血再来个大逆转 一看到蜀国最近打得这么猛 先前叛逃到魏国的孟达有点坐不住了 他写了封信透过前队友李延转交给诸葛亮 表示愿意再回归蜀国 大家都知道关羽诗金周的最后一战 原本关羽玩头九局还取得3比0的领先 结果因为弥方跟富士人接连失误 让东吴攻占满壘 但真正压垮先发投手关羽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镇守中左外野的刘峰跟孟达 当时被吕蒙敲一支深远的三雷安达 顶多掉3分被追平 还是有机会在延长赛反败为胜 没想到孟达却对流风说 反正已经输球这一球就不用追了 反倒让吕蒙形成场内全雷达跑回制胜分 事后孟达怕被追究责任 随便就跟魏国签了5万美元的签约金转队 这回听说孟达要回归 诸葛亮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 本来报兄弟之仇 就都是刘备和张飞一厢情愿 现在这些什么爱事的三结义都死光了 蜀汉终于能够回归到复兴汉士的初衷 诸葛亮自然是举双手欢迎孟达 还开出了三年3000万的附数合约 你说孟达不值得这么高的年薪 那我就带你看一下上庸为何如此重要 话说曹丕上位后非常喜欢孟达 还将汉中东三郡上庸房陵西城 合并成新城郡让孟达担任太守 这地方好比未属的金三角地带 东陵襄阳西连汉中 北巨长安南街紫规 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诸葛亮会选择劳师动众的初期山北伐 就是因为丢了荆州后 西边的通路打不开 如果孟达带着东三郡来想 诸葛亮就能实现他的东西并境以图中原 然而正当诸葛亮忙着筹备北伐时 突然接获司马懿重新被任用的消息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情况不妙 因为司马懿退休后住的晚程 距离上庸只需不到十天的路程 诸葛亮赶紧写信给孟达提醒他多加防范 可是孟达却觉得诸葛亮太大惊小怪 他认为司马懿上任后 得先跑去洛阳拜见天子 然后还要开记者会 印名片保劳健保 跟一群官员们应酬拌麻吉 这来来回回少说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时他早就做好万全防备了 没想到孟达的手下申仪却出卖了他 申仪原本就是卫国人 才不想跟孟达一起造反 他立刻偷偷传简讯 将这件事告诉司马懿 司马懿得知消息后 连拜见天子都省了 随便路边磕个五十块的木头关印 就调动附近军队 日夜兼程直奔星辰而来 只花了八天就取下孟达首级 在这北伐的第一站 以一比二扳回一城 只可惜在此战中 徐晃被不讲武德的孟达一见爆头 五子两将又折一人 只剩下张合 之后司马懿来到长安 与御驾亲针的皇帝曹瑞会合 曹瑞听闻司马懿快枪解决孟达后 也没责怪他尚未获得正式任命 就擅自用兵 反而还加派二十万大军给他 并以张合为先锋 去对付来犯的蜀军 司马懿摊开Google Maps一看 也庆幸诸葛亮是个谨慎龟毛的人 如果他出骑兵从子武谷直取长安 那魏国如今的剧本就不是这样写了 司马懿也看出 接庭这地方是蜀军重要据点 从汉中运过来的粮食 都必须经过这里 攻下接庭等于掐住蜀军的咽喉 诸葛亮当然也明白这点 他打算挑选一个能干的家伙 却防守接庭 诶诶诶 选我 选我 属将之中唯有马素跳了出来 马素从小考试一直都是全校第一 本来是被当成蜀国重点人才培养 甚至有可能会是诸葛亮未来的接班人 怎知半路突然杀出一个姜维 如果刘备跟诸葛亮是如鱼得水 那诸葛亮跟姜维根本就是水漫金山 不只满出来还慢出来啦 这让马素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守接庭这种证明自己身价的机会 当然要好好表现一番才行 马素 接庭周围无天险可依 相当难防守 丞相 我从小熟读兵书 什么高普考 司法特考 国家特考 我全都是属国第一 一个小小接庭算不了什么 司马懿绝非等险之辈 更何况还有张和当先锋 我恐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丞相 我愿意立军令状 如果守不住接庭就拿我人头来换啊 马素 真的要玩这么大吗 你应该知道 蜀国唯一能让军令状启动的只有你啊 丞相放心啊 军中无戏言 诸葛亮秉持着给新人机会的想法 最后还是将防守接庭的任务交给马素 另外指派为人比较谨慎的王平担任副将 临走前还交代两人 一定要把淫寨安闸在要道之处 若能守住接庭 将来取得长安便是守宫 马素王平出发后 诸葛亮还是不放心 又派了魏妍引兵驻扎在接庭右面随时接应 接着让赵云邓之引兵出击鼓迷惑魏军 不久马素的部队也抵达了接庭 丞相真是多星啊 这种鸟地方连卫星都定位不到 司马懿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啊 我们赶紧照丞相指示在路口安宁扎寨吧 不 这样太没创意了 我们应该把淫寨射在山上才是啊 课本上有写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啊 可是丞相不是这样说的 而且团兵在山上如果魏军把我们四面包围 到时我们连取水都会有困难的 哈哈哈哈 叫你念书你不念啊 课本上还要写到啊 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如果我们被包围进入死地 士兵们就会后生 随便都能发挥一万以上的战斗力啊 诶诶 可是人家会置之死地都是因为迫不得已 哪有人还没打就先把自己逼到死地的 如果什么都按照丞相指示 那叫扫地的阿上来守就好了 那么何必派我来啊 我是主将 一切都得听我的 好 既然你这么坚持的话 那就分兵给我 我到山的西面砸寨 要是敌人来袭也能互相呼应啊 哼 随你变啊 那我就给你五千兵马 不过到时可别来抢我的功劳啊 王平一看局势不对 立刻绘制了一张兵力部署图 派人火速送给诸葛亮 果然司马懿的部队不久后便抵达街亭 当他发现这里竟然有人把守 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可当目光转到蜀军的迎寨 居然射在山上时 司马懿的嘴角又露出得意的笑容 心里暗暗发笑 这根本是上天送来的机会 随后司马懿下令张和带一只兵马 去牵制王平 自己则亲自指挥大军 将马术所在的山头包围 准备一举拿下 不知死活的马术 看到眼前这幕竟然还大笑起来 哈哈 司马懿已经中了我的忌了 大家冲啊 赶快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啊 蜀军士兵听到长官喊冲 当场傻眼 前方剑如雨下 谁想过去送死啊 尽管马术拔剑砍了几个后退之人 还是挡不住士兵们跑回山头 山下的王平健壮急忙带兵前来救援 可他毕竟只有区区五千兵马 根本突破不了张和的防线 王平只得掉头去找魏妍来相助 山上蜀军被切断水源还不到一天 内部就开始产生混乱 参军啊 山下取水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回来 恐怕不是投降就是被杀了 别担心 我的第二个计策 置之死地而后生之际 马上就要启动了 到时我们就会天下无敌 犹如天神啊 随后马术对将士们信心喊话 保证大家一定都会跟他一起后生 果然有将近半数的士兵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深路 就是投降魏军啊 隔天司马懿发动火攻将马术给逼下山 还故意留下一条深路等马术自投罗王 马术毫无防备立刻遭到魏军包围 危急时刻魏妍及时赶到救了马术 但自己却也陷入了重重围困形势非常危急 幸好王平也率军赶来支援 两人这才合力杀出了重围 本想回最近的烈柳城整顿军马再夺回阶庭 没想到连烈柳城也被魏军攻下 魏妍只得带着残余部队撤退到阳平关 此时的诸葛亮正好收到王平送来的兵力配置图 才看了一眼差点精掉下巴 他赶紧找来杨怡面授安营之法 要他前往阶庭替换马术 杨怡才刚要出发传令兵就来报 阶庭跟烈柳城全丢了 司马懿正率领15万大军直出邪谷 向蜀军后方逼近 没想到北伐第一战的关键九局下半 竟然被司马懿追成了2比2平手 面对已成败局的情势 诸葛亮紧急做了一番精密的部署 之后便带领5000兵马火速赶往西城 因为西城乃蜀军囤积粮草的重地 务必将粮草转移至汉中 以免便宜了卫军 怎知司马懿这老狐狸也预判到这点 亲自率领15万大军直逼西城而来 由于大部分的士兵都已经去搬运粮草 西城内仅剩2000多名老弱守军 连战外兵都会昏倒 更何况是打仗 大伙都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纷纷劝诸葛亮赶紧逃走 然而诸葛亮没有选择撤退 反而下令将城门大开 接着就摇着雨扇 劈着贺场 悠哉的登上楼城 气定神闲的在楼城上弹奏起了古琴 还叫几个喀巴不能走的老兵 在城门外洒水扫地养鸟种花 根本不把魏国15万大军放在眼里 司马懿看到这景象 一时也感到疑惑 他料定以诸葛亮谨慎的性格来说 不可能毫无防备 怀疑城内必有埋伏 因此心生忌惮不敢贸然前进 后来又听到原本平静的情声中夹杂的杀气 司马懿吓到闪尿赶紧下令全军撤退 以上就是我们一般听过的空城记 但这段情节确实有不少令人质疑的点 像司马懿这么老谋深算的家伙 按理说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 就被诸葛亮给唬住 尤其他带着15万大军来势汹汹 完全可以派几千士兵先冲进城 万一中了埋伏 损失也有限 更何况他还能先包围城池 慢慢观察敌情 逼诸葛亮露出马脚 可司马懿却什么都没做 直接撤退 这确实有点说不通啊 后来的戏剧大多是改编成 司马懿早就看穿了空城记的真相 但他深知吐死狗烹的道理 如果现在就干掉诸葛亮 那么他的利用价值也随之消失 朝中依旧由曹家与夏侯家势力掌握着大权 与其冒险破际 倒不如给自己流条后路 继续利用这场对峙 捞取更大的政治筹码 所以才配合诸葛亮演的这出空城记 第一次北伐 位属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蜀国各将领依照诸葛亮的安排 逐步撤回汉中 整个局势似乎暂时稳定下来 唯有赵云的部队 当初为迷惑曹征的主力而埋伏在击谷道 如今成了卫军追击的目标 赵云深知 一旦曹征得知蜀军全线退兵 肯定会率兵前来追击 于是他让邓芝率领大部队先行撤退 孤身把守在一条 仅能容纳数人通行的狭窄山道 凭借着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身手 硬生生挡住了卫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直到确认大部队以安全撤退30里后 这才充容的转身离开 回到汉中后 诸葛亮亲自来迎接这位老苦功高的老将军 接庭战败 各部队或多或少都遭受了损失 唯有赵云的部队 不折一人 不损一技 为资源本就匮乏的蜀军保存了重要战力 诸葛亮本想赏赐黄金50两给赵云 但赵云坚决推辞 他认为在兵败的情况下还接受赏赐 无异于赏罚不明 是对军中纪律的破坏 这也让诸葛亮对这位财德兼备的老将军 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数日后 诸葛亮召开了军事法庭 准备惩处这次战败的失职人员 马术 你自幼首读兵书 为什么还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这跟课本上写的都不一样 看啊都出社会几年了 你还在那边给我死读书 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死的 要懂得变通 才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 那请问丞相 我还有机会在社会上生存吗 没机会了 谁叫你要立军令狀 这东西根本就是为你而设的 你安心上路吧 我会帮你照顾家人的 忽忽忽忽忽忽忽 砍了早知道就不读书了 去当八加九 随后士兵来报 马术已经行刑完毕 诸葛亮听完不自觉放声大哭 诚相是您下令将马术斩首 为何还要大哭呢 我是想到先帝在世的时候 曾告诉我 马术是个垃圾 叫我别花资源培养 结果我没听进去 在他身上刻了不少精 看他这下亏大了 诸葛亮挥泪斩马术后 亲自写了表纹 令蒋婉上昼给后主流善 请求撤销诚相职位 并扁官三级以示惩罚 请问你听 并官三级是多岛啊 启禀皇上 就是从原本的丞相 变成右将军 丞相把鼻变成右将军把鼻 这样三个字很难念 我才不要 不然就让右将军 带你丞相总督兵马 等到将来打胜仗连升三级 你的丞相把鼻就回来了 嘴变啊 反正我也听不懂 只要我有丞相把鼻就好了 诸葛亮接了流善圣旨 也不便推辞 于是就在汉中继续操练兵马 为下次的北伐提早做准备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之干话三国 我们下集再见 如果喜欢阿斯卡介绍的怀旧动漫 请帮忙订阅跟分享风动漫频道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饮料 没斗内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只要您每周固定收看 对我来说就是最佳动力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